中共十九大今天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现在在进入大会堂右手册就是十九大党代表的通道 这个通道在十九大期间一共开放给媒体三次 这个代表通道是大会增强透明度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大国执政党的一个自信 今天第一次采访这个活动 时间是安排在大会开幕早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四十五左右 这个代表通道并不是所有代表都在此发言和接受采访 今天早上有四组代表走上了代表通道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 十九位代表分别是来自于中国的航空航天 深海潜水高新科技少数民族和教育领域等 代表们就记者提出的中国自主研发科学技术 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中国政治体制教育文位创新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其中这个印象比较深的也包括比如说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提问这个中国中央党校的教授 谢春涛有关中共人事选举问题 那么谢春涛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他说你这个问题很敏感 这些年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形成了非常好的新老交替的一个机制 十六大实现了党的领导层的一个整体性的新老交接 十八大又一次实现了整体性的新老交替 那他相信这次党代会上会有一些老的领导退出 也会有一些新人的进来 那么此外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采访 就是台湾中天电视台提问复旦大学外交学院 研究英国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卢力安 这个卢力安是生长在台湾 所以中天记者就说有人质疑你啊 你现在这个在当选中共中国共产党代表啊 是不是就不爱台湾了 那他的回答是说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 我以身为中国人为骄傲 那么我回到大陆定居任教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所以在这二十年期间呢 见证了大陆从过去时迅速的突变成未来时 从他软实力硬实力的迅速进步认识到 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 最后呢他说历史无法选择 但是现在可以把握 未来可以开创 以上呢就是从美国主任电视 从代表通道发回的观察报道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